尊敬的商务下道法师 尊敬的王会长 尊敬的诸位老师 诸位大德 诸位法师 两岸的亲人们 诸位朋友们 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马涛很荣幸能够参加恩师六十周年弘法的一个纪念 以及华藏静宗学会三十年成立的庆典 印光大师讲道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同时中土难生 身为炎黄子孙 这一种殊胜的姻缘 可以一直追溯到三黄和五弟 三黄碎人士 现在我们感觉生活很美好 但是如果想象一下 连火都没有 不知道怎么使用 不知道怎么保存 人可能会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而碎人士 钻木取火 让火产生 同时可以保持 可以为人类所使用 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 那真的叫跨时代 人告别了那种野蛮和禽兽一样的生活 开始有一个好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奠定了中华文化发生的一个基础 福西 仰观天文 复查地理 他了解阴阳之道 了解乾坤之道 创造出了 或者可以说是发现了 用八卦把天地万物的发展规律给描述出来 让我们开始进入了文明的时代 神龙 藏百草 从我们的身体健康 还是从我们的生活有了五谷 告别了那种游牧的生活 我们可以定居在我们的家乡 衣食无忧 生活有了保障 从三皇到五帝 每一位帝王 都为我们中华民族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那不仅仅他们伟大 一代一代的古圣先贤 或者我们的祖先 把这种优良的传统 它不但传承 它还发扬 一直到我们现在 可能我们现在的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 但是我们的好的家风 好的家道 甚至包括我们的文化 那都是有上下五千年的积淀 那有一天 我们也会成为后代子孙的祖先 我们成上启下 我们既往开来 我们为我们的后代子孙又能做哪些贡献 而今天我们美好的生活 是来自于祖先的积德行善 就像《易经》的开宗明义的一句话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所以我们享受着祖先的余庆 而我们今天也努力地行善积德 虽然我们不一定能看到 未来几十代或者几百代 但是今天我们努力 也可以为后代子孙 为我们的民族做一点点的贡献 所以在《了凡四讯》中讲到 有百世之德者 定有百世子孙保之 有十世之德者 定有十世子孙保之 有三世二世之德者 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 诸位朋友 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子孙 传承多少代 怎么没反应了 好像万代之后还传不传了 传 怎么传 光靠血统只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 我们向古圣先贤学习 学习他们的什么 他们的德行 为人类 为文明做出的贡献 那这个善怎么积 德怎么积 我们从根本去积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 家喻户晓 叫百善 孝为先 孝为百善之首 百善可以说有诚实 勤劳 节俭 信用 可以找出一百种善 这百种善都很好 但是如果缺了一种 那就感觉缺了很大一块 那这就是孝 同时另一层含义 孝心启发了 百善皆发 夫子 在孝经也给我们指出 孝和德之间的关系 福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 生也 所以德行 我们知道 十二个德目 孝替宗信 礼义廉耻 仁爱和平 而它的大根大本 就在这一个孝字 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因为中国人发现的是 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 它不是人为创造的 就像我们的孝这个字 它是一个会议字 它甚至可以说包含了 宇宙的符号在其中 上面是一个老 上半部分 老代表上一代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 父母来自于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来自于我们的祖先 那祖先还有祖先 一直追溯上去 过去无始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能从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开始了 那延续这个子 我们是父母的子女 我们是子女的父母 子女还有子女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未来无中 那看似一代人 跟年龄 跟习惯 跟想法 相差 如果说很大 那真的是很大 现在不说跟 几百年前的祖先相比 现在跟 跟我们差二三十年的 孩子相比 感觉好像很多的思想 很多的想法 都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不管再怎么不一样 它都有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在哪里呢 就是当我们的孩子 或者一个人 出生不久 大概在三四个月大的时候 他不会说话 他也听不懂 别人跟他说什么 但是你细心去观察 这个孩子 婴儿 看父母的眼神和表情 诸位朋友 大家有看过 三四个月大的婴儿 看父母的表情没有 你们怎么没反应 是什么样的表情和眼神 充满了信任 充满了亲爱 谁教他的 对不起 说话 可能有点 一提到祖先就有点激动 所以说话有点 声音大了 好 刚才讲到哪里了 小孩子看爸爸妈妈的表情 你仔细去观察 那么的亲爱 那么的纯洁 没有任何条件的 甚至当他就是看不到父母 他有点哭闹 父母说 宝宝 妈妈来了 他没看到父母 听到父母的声音 他就笑了 他就高兴了 请问我们小时候 像不像这个婴儿一样 这么地爱我们的父母 怎么又没反应了 请问小时候我们爱不爱我们的爸爸妈妈 爱 现在爱不爱我们的爸爸妈妈 爱 小时候爱还是现在更爱 好像答案不太统一咯 为什么呢 小时候被爸爸妈妈打过没有 打过骂过之后 第二天还跟爸爸妈妈上街吗 上街高高兴兴拉着手 这样干啥就干啥 现在别说打你了 骂你两句还回家吗 回家还撅嘴吗 小时候跟爸爸妈妈撒过娇没有 现在回家还会 妈 你不要看 你现在五十岁六十岁 你回家 爸妈像小时候那么的天真 父母 可能会说你两句 但是你看他的笑容 就仿佛看到了你两三岁的时候 母活一百岁 是长幽八十二 所以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人类从小对父母的那个爱 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 所以中国的古圣先贤 发现了这种天性的亲爱 所以传统伦理道德教育 它的内容 科目 方式 方法 是丰富多彩 多种多样 但它总要有一个目的 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第一个目的 就是把这个亲爱 人人都有的 从小到老 一生保持不改变 不但爱 而且更爱 而且更懂得养父母身 养父母心 养父母的知 同时 第二个目的 把这个爱 从爱父母 到爱我们的家人 兄弟姐妹 到爱我们的亲朋好友 到爱老师 爱同学 爱领导 爱同事 再扩大 凡事人 皆需爱 那爱的源头 就在对父母的这份 天性的 自然的亲爱 所以古人讲 问取哪得 轻如许 唯有源头 活水来 但是我们会发现 如果不教 如果不做出榜样 那这个爱 有时候会被一些习气 被一些烦恼 给掩盖住 在弟子规 有跟我们讲到 父母呼 应无缓 你看那小孩子 三五岁 你叫他 就很自然地 就应无缓 行无懒 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认真的听 甚至有时候 你责罚他 他哭完之后 还是跟父母很亲 你去观察 那两三岁的孩子 当爸爸妈妈打他 他是越往外跑 还是越抱紧 爸爸妈妈的腿 你就看到那种 父母责 那真的是虚顺承 但是有时候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也看到 有些孩子 他跟父母的距离 越来越远 父母跟孩子 是没有距离的 父母多希望抱着孩子 多希望跟孩子交心 但孩子有时候 不懂事 甚至有了自己的想法 慢慢地呢 就有点渐行渐远 所以通过 伦理道德的教育 把他认识 把他恢复 记得我们有一个学校 教小孩子弟子归 当学到那一句 东则温 下则静 讲的是东汉黄乡 九岁的时候 跟父亲相依为命 九岁的孩子 能做多少事呢 做不了多少事 但他尽他的可能 去让父母 让父亲呢 欢喜 所以冬天的时候呢 用自己的身体 帮父亲把被窝 暖热 那诸位爸爸妈妈 如果您睡在 孩子给您暖的被窝的时候 高兴不高兴 好像你们不怎么高兴 能高兴多久 可能一辈子都会记得 孩子懂事 所以孩子很好教 当时老师讲了 这个故事之后 当时在北京 天气还有点冷 暖气还没来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呢 回到家 他就学 去给妈妈暖被窝 那妈妈学习呢 知道这个孩子一份孝心 奶奶就心疼了 奶奶看到这个孩子 这个给妈妈暖被窝 就着急地说 孩子啊 孙子啊 你出来 奶奶给你妈妈暖被窝 好 所以孩子的这份孝心 你看长者先 幼者后 他不仅仅是 或饮食或坐走 当我们给孩子做出 最好的榜样的时候 你都不用刻意教他 因为孩子的心很纯洁 你跟他讲很多大道理 他听不懂 但是他会 他不是观察 他也不会观察 他会感受 他就很自然地 在家庭氛围中 看到父母 对爷爷奶奶 是硬物缓 行物懒 需静听 需顺承的时候 那个爱父母 感恩父母的种子 不知不觉去种在 孩子的心田之中 但有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很多父母呢 他教孩子弟子归 但有时候 自己对父母的那个孝心有 但是感觉没有完全打开 甚至很难找到 小时候对父母那种 没有任何条件的 没有任何计较的 一种天性的爱 有时候不知不觉 会看到父母的一些不足 或者是对父母有一些 有一些意见 你会发现 不知不觉那个爱心 就马上被影响到 那父母是不是 完全都做得很好呢 我们知道有句老话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但是作为一个孝子 他不把父母的过失 放在心上 就像古人常常讲到的 一句老话 天下无 不是知父母 不是不知道父母 哪里可能有不足的地方 而是做儿女的 把父母的爱 父母的恩德 从小到老 一直放在心上 在中国 二十四孝之首 我们知道是大孙 当时他家庭的环境和条件 不是很理想 甚至还是相当的恶劣 母亲很早就过世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 也算是单亲家庭 那父亲后来 娶了一位后母之后呢 因为可能有些偏心 对孩子呢 还是不喜欢 甚至渐渐地变成了一些憎恨 憎恨到严重的时候 都想置他于死地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种 家庭环境中 孩子内心很难过 但他难过的不是 怎么爸爸妈妈又没有做好 而是我哪里做错了 为什么父母不开心 有一次让孩子去补骨仓 就是粮仓的房顶呢 说是漏水 要去补一下 那他上去之后呢 那因为想要陷害他 所以就把那个梯子就拿去了 下面点着了火之后 那真的是上天无门 入地下来也容易摔伤 但是他有智慧 在这样危险的一个环境呢 他想着如果有危险怎么办 当时就带了两个大斗笠 为什么带两个大斗笠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左手一个 右手一个 拿着从上面跳下来的时候 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大家知道降落伞怎么发明的吧 所以一个有孝心的孩子 是不是没有智慧呢 你们怎么又没反应了 如果说那你说父母不喜欢我 那就不去做 就这样去做的话呢 你会发现 那献父母于不义之中 三年的时间 用一份制成的孝心 感动了父母 就像弟子龟所讲到的 亲爱我 孝河南 亲憎我 孝芳贤 那对父母 家人的爱 表现在哪里呢 可能每天的生活在一起相处 疑无色 柔无声 有时候常常会讲 那回去在生活上 好好地照顾父母 这个不难 但是每天能够回去 和颜悦色 却有时候呢 不容易 那在礼记当中呢 有这样一句话 有深爱者 必有和气 有和气者 必有余色 我们讲和颜悦色 有余色者 必有婉容 所以疑无色 柔无声 更重要的是在 我们对父母 深深地爱 因为我们的生命 从父母那里而来 我们孝敬 尊重祖先 但是我们更 爱我们的父母 因为在《孝经》当中呢 有这样一段教诲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为德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为理 那不仅是在家里 对父母 有这样的一种 感恩和报恩之心 把这份对父母的爱 也会延伸到 我们的家族 所以在弟子规 出则涕 告诉我们 兄道友 弟道公 兄弟目 孝在中 古人有一首诗 描述兄弟之情 同气连之 各自容 歇歇言语 莫伤情 一回相见 一回老 能得几时 为弟兄 兄弟同居 忍便安 莫应 毫莫 起争端 眼前生子 幼兄弟 流与儿孙 坐样看 所以 长者先 幼者后 陆遇长 急驱一 长无言 退功利 那不仅 兄弟 姊妹之间 人与人之间呢 也容易 有一些 矛盾 那这些矛盾 怎么来 避免和化解 在 出则涕呢 有两句 很好的教诲 财务轻 怨何生 言与忍 奋 自明 所以 人与人相处之间的 互相的 礼让 互相的 忍让 就 特别的 重要 我们看到 让 忍 这一个字 上面是一个 刀刃的 刃 下面是一个 心 不是说 谁真的 拿一把刀 好像 放在你的心上 可能有时候 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一些事 或者一些话 让我们心里 比较 难过 而这个时候呢 应该要 顾全到 大局 应该要 能够 有一种 包容 能够把它 化解 把这份心 扩大 世诸父 如世父 世诸兄 如世兄 同时 在 生活 我们也有 良好的一些 生活习惯 就像 紧 就像 爱护我们的 身体 身体的健康 非常的 重要 所以在 孝经当中呢 告诉我们 身体 法肤 受之 父母 不敢 毁伤 但有时候 心里有了 烦闷 的时候 就会容易 有一些 怨恨 恼 怒 烦 当 这些 负面的 情绪 起来 对我们的 身体 伤害是 特别大的 所以 像 怨呢 会伤 痞 恨呢 会伤 心 烦呢 会伤 肺 怒呢 会伤 肝 所以 五脏 六腑呢 都容易 受到一些 影响 那我们 怎么来 化解呢 老祖先 告诉我们 一个 很好的 教诲 就是 仁 义 理 智 信 大家看 仁 这一个字 是 哪两个字 组成 两个人 哪两个人呢 大家不要告诉我 男人和女人 一个是 自己 一个就是 他人 换句话来讲 就是 想到自己 就想到 他人 推 己 及人 己 所不欲 勿 失 于人 有时候 想想 孩子 我们 不喜欢 孩子 怎么对我们的 我们也不 我们也不希望 对我们的 父母 我们不希望 别人怎么 对我们的 我们 也不会用 所以 所物于上 无以始下 所物于下 无以事上 所物于前 无以先后 所物于后 无以从前 这是一个做人的 协局之道 我们讲就是一个规矩 一个原则 那 在家庭之中 最重要的就是 夫妻之间的 和睦 相处 因为 夫妻之间的 和睦 相处 决定了一个家的 成败 兴衰 因为有一句老话 家和才能 万事兴 而家和的 关键 在 夫妻 和睦相处 所以在 《易经》当中 有 这样一句教诲 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 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 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 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 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 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 然后 礼意 有所错 所以 夫妇之道 不可不久也 换句话来讲 在 五轮当中 夫妇在家庭和睦 起着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 诸位朋友 夫妇和睦相处 难不难 怎么没有反应了 说 难 好像很难 说不难呢 就两个人 其实 看似好像就两个人 实际上 它包含的就是 阴阳和 乾坤 大家 想不想 夫妇 百年好和 白头到了 怎么好像声音有点小啊 有一句 秘诀 大家想不想 学习 从此以后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容不容易做到 大家先 别急着鼓掌 容不容易做到 有一次呢 就是 蔡老师讲课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这个秘诀 这秘诀 说是秘诀呢 应该也都听过 这个下面一位女士呢 很大的声音讲 没有优点 好 老师就走到 她的身旁 就跟这位女士讲 这位女士 我很佩服你 你先生没有优点 居然你还敢嫁给她 人有时候健忘 肯定是有很多优点 而且优点一定打过缺点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才喜结 连理 但是呢 一些微妙的心态 有了一点点变化 忘了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就像我们的 左手和右手 如果你分开看 两个分开看 各是各的 它不相同 但是当你的 右手痒痒的时候 它自己没有办法去做 请问左手 会不会自然地 过去帮助啊 那请问是 左手帮助右手多 还是右手帮助 左手多啊 好像没有办法算 会不会右手痒痒的时候 然后左手要去帮忙 左手说好 五块钱 你可以发现 右手说好 下次你给我记住 那不就是开始 闹矛盾了吗 开始计较了吗 你看这个 仁爱的人 一家人 就是不分彼此 谁付出多 谁付出少 理所当然 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 如果要计较 你会发现 就开始分别了 甚至不管是贫穷 不管是富贵 不管是疾病 不管是健康 从此以后 不气不舍 一家人 那种内心的一种 依靠 但你说会不会 有时候有矛盾呢 就像我们的身体 请问您的牙齿 有咬过舌头没有 疼不疼 请问你下一个念头 会不会说 来帮忙拿钳子来 为什么不会啊 因为是 知道它是不小心的 但是你要非要计较 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了 所以这个义 上面一个 就是正体字的义呢 上面是一个 阳这个部首 阳这个部首 在中国的汉字呢 它是善良 它是美好的意思 下面是一个我 代表这个义 就是我本善良 人人都有良知 人人都有道义 恩义和情义 所以当遇到一些矛盾 和一些困难的时候 这个时候 有时候会起情绪 有时候会有一点想不通 但是如果你一直钻牛角尖 是越想越难过 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 而这个时候 想到的是情义 想到的是恩义 想到的是道义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矛盾 都不算什么事情 那在家庭 夫妻呢 是最亲最近的 中国人非常强调这个礼 互相的尊敬 古人讲夫妻之间叫 相敬如兵 但现在很多的家庭呢 他这个相敬如兵的兵呢 把宝盖头去掉了 变成了什么兵呢 就是用现在的话 用他们的话来讲 叫小草天天有 大草三六九 好 有时候呢 草习惯了 哪一天回家 好像有什么事没做 你们怎么知道 好 忘了吵架了 那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热战 这个热战呢 有杀伤力 但是还有一种呢 叫冷战 叫相敬如兵 是冰冷的兵 那诸位学长 诶对 诸位朋友 请问是热战杀伤力比较强 还是冷战杀伤力比较强 诶 你们怎么一口同声 你们很有经验吗 热战最多八个小时 好 后遗症是高血压 心脏病 大家知道冷战得什么病啊 癌症 为什么 细胞都扭曲 它不是三天 它有时候会打三个月 打吃就散 有一个 这个朋友呢 他跟太太闹别扭 好几天没说话了 在一个屋里 这个谁也不理谁 那这个 就是不愿先开口 谁先开口 好像就输了一样 然后他呢 第二天呢 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 所以呢 他就跟这个 以前呢都是 妻子呢 叫他都不耽误事 这个时候呢 想想又不想说话 他想了个好主意 写了张字条 亲爱的 明天早上六点钟 一定要叫我起来 有重要的会议要参加 然后贴到他 妻子一定看得到的地方 然后就放心地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 一睁眼都快七点了 肯定耽误事了 刚要发脾气 枕头旁边贴了个纸条 亲爱的六点了起床吧 这个时候 不知道该发脾气 还是该怨自己 有时候想一想 你说很大的矛盾啊 都是生活的小事 有时候忍一句 也就过了 有时候常常想到 或者在有矛盾之后 因为有时候矛盾起来呢 他一下子也想不了那么多 那时候 弟子规也都想不到了 但人总会冷静 冷静之后呢 用弟子规 圣贤的教诲 想一想 是对方 还是我们有不足的地方 会不会我们 对某些事情 还有一些执着 还有一些放不下的 是不是还有比较强的控制 和暂有的念头 听我的 顺我的 这个高兴 但是 不顺我的 不听我的 你就会发现呢 心里就不舒服 那有时候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一定顺别人 是不是一定听别人呢 好像自己也蛮有个性的 所以 有时候想一想呢 心不知不觉就放宽了 所以从世上的人 有时候呢 理不明 人到最后 会不会有一天火山 爆发 前功尽弃 当然从世上的人呢 要到理上 道理越来越通达 越来越透彻 因为发现 这个计较的心就少了很多 再提升 我们可以到心上 那就是 尊敬的师父上人 常常提到的 清静 平等的心 我们平常努力 往这个方向走 那 光在心上 不行 还要在世上 有一种 表现 所以大家看 中国的理呢 很美 你看 把自己放低 把别人 抬高 自卑而尊人 就像鞠躬的理 所以有一个女士呢 她学了传统文化 学了中华的礼仪之后 尤其是鞠躬礼仪 她就想 回去呢 要给先生鞠躬 回去给先生鞠躬呢 她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为什么呢 以前从来没有鞠过躬 回去第一次给先生鞠躬 大家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当时呢 也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那 给先生鞠躬的时候呢 先生回了一句 这个 我们家不新这个 好 那那天晚上呢 一直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明天鞠躬还是不鞠躬 那听了老师的讲课呢 也是自己在给自己打气和鼓励 那知道是对的正确的事情 因为他了解 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礼节 它关系着夫妻的感情的和谐和处境 夫妻的感情越深厚 这个家越稳定 这个家越稳定 孩子的德行 它就有一个良好的氛围 因为和气才能致祥 有时候想得广一点 想得远一点 想得深一点的时候 自己的一些困难就克服了 所以第二天呢 还是有跟先生鞠躬 那先生呢 走得会稍微早一点 所以在先生上班的时候呢 会鞠个躬 先生慢走 好 先生没有给他回礼呢 他也不是太难过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慢慢地养成了一个习惯 后来有一次呢 在家里忙事情 他的先生呢 就走到他的旁边 跟他说 我要上班了 他说 你上班吧 我现在就走啊 那你现在走吧 结果 他先生看 提醒了两次 还没反应 你还没给我鞠躬吗 其实从这里就看出 夫妻的感情好了没有 他想起来之后 给先生鞠了个躬之后呢 第一次看到的先生 给他回了个礼 因为这个躬是要回来的 所以那种互相的尊敬 互相的尊重 它不仅仅表现在鞠躬 他在你说话 你做事 或者有事你商量 你尊重 对方呢 都能感受到 因为他真的不是说 只是两个人的一个关系 如果从《易经》来讲 它是跟天地万物 跟五轮整个是连到一起的 中国人对夫妻和睦相处 真的非常地重视 从哪里看呢 从中国有一个重要的理 如果说从祭祖和矮的理来讲 更就是我们讲 比较隆重的呢 就是婚礼了 上以示宗庙 我们讲代表一个老 宗庙是祖先 下以继后世 下以继后世 我们讲后代子孙 代表一个子 上以示宗庙 下以继后世 和两性之好 这就是婚礼的意义 把老和子 合成一个字 诸位朋友 是哪一个字啊 你就知道 这个意义有多么地重大 所以当新郎 去迎娶新娘的时候 他会带上一个信物 古人呢 是一只大燕 因为大燕这种鸟儿 就像观鞠讲到的 观观鞠就在河之中 它一旦找到伴侣之后 一生是不改变的 代表呢 一种忠贞 一种承诺 同时燕过留生 留下好的名声 父母啊 家族啊 都会很欢喜 而且大燕在飞的时候 都是人字型或医字型 都是那么地配合有序 所以当新郎 把这个信物 交给新娘 或者新娘的父亲的时候 代表了自己的一份心意 同时还有一个礼节呢 新娘的父亲 会握住女儿的手 把她放在新郎的手上 那这个礼节有什么含义吗 从此以后 我们家的掌上明珠怎么样 就交托付给你照顾了 这个时候新郎 能不能心里想 哈哈 终于到手了 请问这个时候 他接过的是什么 责任和对我们的一份信任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的那样的一种 死身窃阔的那样的一份心 而新娘 她拜别 新娘和新郎 一起拜别父母的时候 父母会嘱托几句 当然不是说 就是要出嫁之前才讲 其实一直都在教导 母亲会给女儿一个礼物 在古礼上记载 就好像像手帕一样的礼物 系在女儿的腰间 大家知道 这个手帕 这个礼节 有什么含义吗 你们怎么没反应 有可能是擦眼泪 有可能是擦汗水 成家了 要担当了 出门的时候呢 在上教之后呢 会丢下一把扇子 为什么会把一把扇子呢 就好像大小姐在家里养尊处优 要把一些大小姐的任性 和一些习惯呢 把它丢了出去 从此以后呢 一家人和谐和睦地相处 所以有人 有义 有礼 还要有智 那这个智呢 就是礼智 同时呢 还要有这一份信 所以当在家庭之中 我们讲 对父母 对妻子 对儿女 对兄弟姐妹 都是这样的一种 五常 所以就会 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再延伸 就是从家庭 我们讲守校替 那将来他要走到 学校 甚至走向社会 那尊师 众道的根 还是在家庭 对父母的 应物缓 行物缆 需静听 需顺承 然后呢 延伸 对老师的一份尊重 也是 应物缓 行物缆 需静听 需顺承 再延伸 到了单位 对领导 也是这样的一份心 那自然 他的德行的根基有了 就像夫子所讲到的 君子 静而无师 与人 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 有了好的德行 我们讲 犯爱重 凡是人 皆须爱 天同父 地同在 就是把跟父母的 这个生命共同体 延伸到 所有的人 拓宽我们的心量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 对父母的孝 不仅仅是局限 爱父母 我们爱社会大众 尊敬社会大众 帮助社会大众 也是孝道的落实 因为在孝经当中 有这样一句话 爱亲者 亲爱亲人 父母亲的人 不敢误于人 不敢厌恶任何人 敬亲者 对父母 有这种恭敬 和尊敬之心的人 不敢慢于人 不敢轻慢 任何一个人 换句话来讲 如果有厌恶 有轻慢 可能这个孝呢 就还有一些 不圆满的地方 所以中国人的这个孝 它是广大 无边的 肃穷三计 过去 现在和未来 横遍 十方 都在这样的一个 真诚的爱心 和孝心当中 而我们 很有幸 成为 炎黄 子孙 有老师 有祖师 大德 有我们的父母的教导 才能把这五千年的文明和文化 传到我们的血液之中 传到我们的精神之中 那我们有责任 把这一种美德 代代承传 我们 慎中 追远 我们 有 仁厚的心 爱 我们的父母 爱 我们的兄弟 爱 爱老师 爱 同学 爱 我们的国家 爱 我们的世界 凡是人 皆许爱 好 今天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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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